原标题,沙发客活跃在成都,他一年272天住陌生人家。 沙发客最大的魅力就是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时夭样的人。 关键词,沙发客。 沙发客作为新兴的旅行住宿方式,主张免费睡别人家的沙发也可演变为床。 房间在主人带领下欣赏当地美景区别于其他旅行住宿,真正的沙发客是免费的。 沙发客这个词源自一个叫Couchsurfing的全球沙发客自助游网站, 由美国一个叫范特的年轻人在2003年1月1日创立。 其创意源于一次国外旅行,以及新奇盛前的特色迅速在潮人中传播开来。 这个国庆,沙发客王聪明再次来到成都,住在一位预先约好的沙发主家里。 这是他第三次在成都做沙发客。 作为一名沙发达人,他去年有272天都住在陌生的沙发主家里。 沙发客最大的魅力就是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时夭样的人。 王聪明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伴随着出游人数的增多,旅行住宿也越来越多样化。 酒店、清旅、民宿、农家乐、沙发客可能是目前最潮的一种。 国内首个沙发客专业网站。 沙发客的数据显示,成都沙发客注册人员6800人。 多名资深沙发人士鼓赞成都活跃的沙发客预计有近千人。 他们引领了一股小众而新颖的旅游潮流。 沙发客 最热情和温暖的记忆就是在成都。 一件黄色T恤,一条黑色休闲裤,一个黑色双肩包。 10月5日,成都商报记者在成都草堂北站见到了王聪明。 他刚从一个沙发主家出来,准备吃过午饭前往另外一个沙发主家。 从2015年7月开始做沙发客以来,两年间玩遍了全国各省。 去年365天,他有272天都在做沙发客。 王聪明今年23岁,2015年从江苏无锡一个专科学校毕业,开始了背包客之旅。 成都市第一站,在这里他了解到一个新名词,沙发客。 沙发客,顾名思义,就是睡别人家的沙发。 2015年7月,他在凤凰谷镇首度体验沙发客。 两三个女生挤在一个房间,心里不是不紧张的,还是害怕。 毕竟没有付钱。 王聪明说,他安然度过了一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2016年11月,王聪明从成都中转前往贵州,在网上预约了一个沙发主。 那一天沙发主刚好要出差,他对我超级信任,把钥匙放在门口的电箱里。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赶车了。 这要多年我连这个沙发主常识摇摇都不知道。 王聪明说,他感受到成都的热情和温暖,一度想留在成都工作。 他也遭遇过其他沙发主,那是在广西南宁。 沙发主是一个五六十岁的阿姨。 第二天,这位阿姨特意给他报了一个一日游旅行团,但车上一直宣传一代三。 交五万六千八百八十八元以后每个月赠十万元。 王聪明后来意识到这位沙发主可能是告传销的。 两年期间,王聪明遇到的大部分沙发主都是好的。 有的给房间钥匙可以自由出入,有的请他吃饭。 不管在哪,讲礼貌抢着做家务都是需要的。 人多理不怪。 王聪明说,为此他和沙发主对接成功率比较高。 目前,王聪明在梁山美孤县之教,趁着国庆假期跑到成都来吃各种美食。 这是我第六次来成都了,能免费玩的都玩过了。 主要是吃沙发主。 羡慕却无法抵达,就让世界到我家来。 成都市民流畅就是为王聪明提供过沙发的沙发主。 27岁,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在东三环住着一个套二的房子。 自己一个人住,做的又是与电脑有关的工作,有时候比较无聊,想有人可以聊天。 刘畅说,对于沙发客他早有耳闻,去年十月份开始做沙发主,到目前接待了五六个人。 刘畅接待沙发客比较讲究,倾向于为比较困难的学生和某些短暂旅行的人提供沙发。 沙发客是沙发主免费提供帮助,如果以此为职业,我不太欢迎。 刘畅说,从接待的客人来看,沙发客整体素质都比较高。 他如果不忙,会和沙发客聊聊天,一起做饭吃饭后,沙发客主动抢着洗碗。 我呢,有的时候会给他们介绍成都风土人情,自己无法抵达,就让世界到我家里。 这句诗意的话,是张雷2016年8月决定做沙发主的初衷。 我很羡慕别人的那种生活方式,靠一个背包就玩遍全世界。 张雷说,他是绵羊人,去年在成都工作时,租用了一个套二的房子,其中一间闲置,用来提供给沙发客。 短短半年接待了五六人,他要求对方是男生,接待的沙发客以职业背包客或者学生为主。 张雷性格外像,晚上大家一起做做饭,听沙发客聊聊一路的见闻。 这些人的旅途与我们,平时出行很不一样,会看到许多不同的风景。 张雷说,他没有遇到手脚不干净的,在沙发客入住之前,他会主动拍摄对方的身份证。 对方离开时,当面删掉。 听了半年的穷游故事,不过他没有勇气像沙发客一样跨出这一步。 我只能坐沙发主让世界到我家来,不敢坐沙发客到外面世界去。 群体 成都活跃着一群沙发客,主要是学生和背包客。 沙发客这个词源自一个叫Couchsurfing的全球沙发客自助游网站。 由美国一个叫范特的年轻人,在2003年1月1日创立。 其创意源于一次国外旅行,以及新其剩前的特色迅速在朝人中传播开来。 正式看中这个趋势,天津人流人将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沙发客专业网站。 沙发客截至目前该网站的注册会员已经达到了40万人,会员年龄跨度从15岁到70多岁。 现在的氛围没有以前热,但是人数越来越精细化了。 流人将说,前几年由于大家对沙发客不了解,不少人比较好奇想尝试。 随着多年普及,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沙发客和沙发主,因此游客更加趋于理性。 目前该网站每天新增注册户30至40人,玩沙发的人主要集中在学生和职业背包客。 当前沙发客的平台主要有三个,沙发客论坛网站百度贴吧,豆瓣沙发客小组。 沙发客网站的数据显示,成都注册人员为6800人,另据多名资深沙发人士预测,目前成都活跃的沙发客在千人左右。 成都沙发客资深人士夏志清表示,目前由于三个沙发客平台都只有发布信息和分享经验的功能,缺乏相应的信息评价机制和反馈机制, 导致沙发客旅游只能成为一种小众而体验感想的旅游形式。 换句话说,不管我接待多少沙发客,没有平台进行信用累计,因为无从判别这个人性欲到底好不好。 夏志清说,他从2012年开始做过沙发客70多次,接待过沙发客27人。 观察 成本低,隐患高,缺乏规范的机制和平台。 旅游成本低可分享是沙发客的优点,其缺点也显而易见。 安全隐患大,沙发客和沙发主收获不对等,旅游可能达不到预期。 多名沙发资深人士表示,国内普遍对陌生人的信任感较低,无法保证沙发主和沙发客双方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缺乏一个较为规范的机制和平台。 目前沙发客群体要发展壮大具有一定的难度。 四川主案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健表示,沙发客将闲置资源分享是成本比较低的一种旅游行事。 由于这是一种免费旅游或住行事,信息发布平台仅有行事审核的义务。 一旦沙发客或者沙发主发生人生和财产安全事故,均只能通过事后报警予以补救。 安全隐患比较高,如果要进行沙发客旅游,只能依赖一个陌生人的自律来解决。 蒋健建议,如果要做一名沙发客,第一,在旅行之前尽量核实双方的信息,以确保发生事故可以找到人。 第二,女生不要单独旅行,建议有同伴陪同。 第三,贵重物品随身攜带。 成都商报记者周梅兰,责任编辑张玉。